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温哥华冬游活动回归 两名蒙特利尔青年在网上交易后遭席 卡尔加里市规划服务中心将返回市政大楼 魁北克马拉松选手计划挑战8000公里 M-TRACK将开启温哥华到西雅图列车服务 多伦多计划上调警队预算 欢迎来到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1月2日星期一 我是Ashley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经验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温哥华冬游活动回归 昨日因为新冠疫情中断两年的元旦冬游活动 北极熊冬游在BC省温哥华再度回归 这是自2020年以来的首次活动 参与的勇者都感到非常兴奋 北极熊冬游活动发言人表示 首届元旦冬游比赛是在1920年举行 当时大约只有10名游泳运动员参加 此后规模一年比一年大 2020年的游泳比赛超过7000人参加 当年正好是该赛事成立100周年 温哥华市称今年有超过6000人报名参与 而到现场参加或围观的总人数预计有2万人 北极熊冬游于1920年 由刚从希腊移民过来的潘塔吉斯创立 当时潘塔和9个勇敢的游泳爱好者 以时尚的方式庆祝新年开始 北极熊游泳俱乐部主席丽莎说道 我很高兴再度回到英吉利湾举办活动 多年来人们穿着不同的服装出现在海湾 以自己家庭独特的方式来庆祝新的一年 接下来为您播报加国新闻 两名蒙特利尔青年在网上交易后遭袭 蒙特利尔警方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一名16岁和一名19岁的少年 在社交媒体上安排的一次 在该市郊区拉萨尔区进行交易后遭到袭击的事件 警方表示 这名青少年在5月前不久参加会议时 与三名朋友在一起 他们都在20岁以下 根据调查显示 会议期间他们可能发生了争执 这5名青少年乘坐一辆汽车逃离 被另一辆车追赶 然而在逃离车辆的司机失去控制 并撞上一棵树后 另一辆车的乘客在逃离前 袭击了5名青少年中的2名 受害者被送往医院 但他们没有生命危险 蒙特利尔警方正在鼓励 人们在警察局外的特殊区域进行网上交易 这些区域由安全摄像头进行监控 卡尔加里市规划服务中心将返回市政大楼 再一名男子闯入卡尔加里市政大楼 造成超过100万美元损失的5个月后 卡尔加里市规划服务中心正返回市中心设施 规划服务中心处理贸易许可证 营业执照 开发和建筑申请 文件检查等项目 并发放个人服务许可证 2022年8月2日凌晨 一名男子在三楼多次纵火后 警方在该建筑内逮捕了一名男子 警方监督机构正在调查逮捕期间 使用武力的情况 该男子在逮捕时携带了一把长刃武器 由于市政大楼的关闭 城市服务包括公平进入、出纳、规划和发展 以及税务服务 被搬迁到中央图书馆和白货恩综合服务中心等建筑物内进行 不过他将于1月9日重新返回市政大楼 在此期间 服务中心将继续在网上受理相关文件的申请 魁北克马拉松选手计划挑战8000公里 一名魁北克超级马拉松选手 正在准备从美国最南端到魁北克加斯佩半岛的近8000公里跑步 现年49岁的琼罗奇 以2020年从魁北克省加斯佩东端的破西 到蒙特利尔的1000多公里跑步而闻名 罗奇住在魁北克省蒙特利尔郊区 他说他计划于2月23日前往佛罗里达州基纬斯特 从那里开始他计划沿着阿巴拉契亚山脉 到达弗里龙国家公园 他说他计划平均每天跑52公里 以便在5个月内完成跑步 他说计划中的路线是7745公里 但我可能会迷路走到8000公里15将是罗奇面临的最大挑战 他计划使用一种叫做快速打包的策略 轻松旅行 另一个挑战是不知道他的身体如何适应长时间的跑步 不过上个月年满49岁的罗奇表示 他想向人们展示 无论年龄大小 人们都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项目 Amtrak将开启温哥华到西雅图列车服务 据报道 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Amtrak发布了全新列车的效果图 预计将从2026年开始正式投入Amtrak Cascades运营 该列车将会提供连接温哥华、西雅图和波特兰的铁路服务 据悉Amtrak投资73亿美元用于更新其设备、车队和基础设施 其中34亿美元是用于向新列车的德国制造商西门子铁路系统 采购73辆全新列车 这些列车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门子工厂制造中 专用于Amtrak Cascades的车队 将在几个月内抵达西雅图 在经过全面检查、测试和批准后投入使用 Amtrak Cascades上的每辆列车可容纳约350名乘客 并提供充足的空间以提高舒适度和符合人体工程学 包括兼顾的可调节托盘桌、软电头枕、专用水平架和椅背平板电脑架等设施 多伦多计划上调警队预算 为维护多伦多市民安全 多伦多市长庄德利表示将会上调今年的警队预算 近数月来多伦多市发生多宗暴力袭击事件 主要于多伦多交通系统上作案 引起安全争议 虽然市长办公室已经证实会于来年增加预算 但有团体认为增加资源是治标不治本 并且不会让袭击案减少 因此他们呼吁保守党取消此举动 多伦多大学性别研究教授拜恩认为 这些以人注目的犯罪并不一定表明犯罪率有所上升 根据TPS主要犯罪指标数据表明 多伦多市袭击和抢劫案件数量比少年同期增加10%及27% 但凶杀案则减少近18% 贝恩称增加警队预算不合理 他直言发生大量枪击案 而拨款与警队是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因为市府根本没有处理问题根源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